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老奖愤怒 小奖叹息 谁才是我的徒弟 那个不是啦 不要来夹青青哭泣 跪拜啦 要选就选宋主义 不要选那个啦 对啦 你有聪明啦 好 谢谢颜先生来 台南的毛先生来 毛先生您好 大家好 是 我今天真的是很幸运的打通通电话 我说实在话啦 我自己也当过主管 现在真的是很难很难管 想要处分一下 快的话不到三分钟就有立委打电话来了 慢的话 什么人事身圈啊 通通都要插手 再不然他们就是跟着黑道 你出门就把你抗布袋啦 那你听不懂 所以 真的不是你们讲的那样 实际的自己 我实际的经验 真的不是你们讲的那样 好吗 好 谢谢毛先生来 台中的赖先生来 赖先生您好 主持人和来宾每个都好 嗯哼 这件事我可能最有职合董啦 因为说 这两个星期前 放假出来 拖去给他们拖配偶的阿兵哥也老人来了 拖 拖后结果他们军中的人出来 整天都出来的时候 白了一天都听不懂 而且说 你现在如果事情闹大了 你白了先存储 那人我都没看 我拍一天拖给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些是受害者 嗯哼 那些人不能拖 那些人要承除 那些人要承除 他说 现在拖下去 如果他们拖到国王本来 那些人都要去检讨会 他现在麻烦很多 那些人都会受承除 我太想了也拖 我现在才拖 不败手 也不败口 嗯哼 这两个月前的事情 我现在这些人都在这几天都没睡 因为我小人的朋友 我那天就没睡 说叫我们不能拖 就叫那个警员 托轻回去我们自行处理 好谢谢赖先生 来新北市板桥的谢先生 谢谢您 我是股市投资人 四年前 马政府 马英九骗我们说 他当选股市会上万点 结果不但没有上万点 跌幅还是世界之最 比欧洲五国还要惨 那现在骗我们不成 上个礼拜六的辩论会 在恐吓我们说 要选对人否则股市 又会崩跌 结果这个礼拜一的开盘 马上跌了一百多点 那这个是不是证明说 我们四年前是选错人了 那根据政府规定 国安基金是四大基金 在股市因为非经济因素 而大跌的时候 要进场互盘 前几天苹果日报 有一则小报道提到 这种证券自营商有在抱怨说 台股产跌 政府四大基金自己不进场 却要法人进场 觉得很不合理 那四大基金为什么不进场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不是政府认为 我们台股产跌是经济因素 台湾经济并不是像马政府自刮的有多好 所以不符合进场条件 所以不进场 第二个可能 是不是要配合一些投雇公司 还有一些分析师放出来利空言论 刻意说小英当选会怎么样怎么样 全国的六百万股民 我们千万不要再上当了 上一次马英九当选 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当天只台湾一线上半场 就开始下跌 我们不要再从到2008年的覆车 反而要记得股市有一个铁律 就是利空时限日 就是利空出进时 现在政府似乎刻意在压抑股市 这有一个证明 因为昨天 昨天说什么国安基金要进场 事实上后来证明 政府的八个公股行库 卖超了12.9亿 其他法人跟投资人都有进场 法人总共进场买超四十几亿 融资还增加六点多亿 就是我们公股行库 卖超12.9亿 似乎有在压抑股票 要绑票投资人 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了 好 谢谢板桥的谢先生 来 新庄的戴先生 戴先生你好 各位民主 美女主持人您好 我戴先生要反驳这个陈胜胜 先生的发言 他说 不要人家主张不如 我想要请教 是要用什么让老公有 你的老闆送出入去 霍南那 拍老公的马屁 你还要有 第二点 我要说 有这个二礼拜的事情发生 这个二礼拜的事情 在我们台湾已经 差几十年到现在都差不下 每天如果选去都 二礼拜 要把我们台湾分两排 你这个金融阿兵哥 我认同这样 犀生生五 犀生台五 没问题 现在是民主社会 以前的 概念的时候 所以你兵子 要拎 我认同 我认同 跟别人都说 老高小贾 要把台湾这些人 要倒 那时候有够空 什么事情 都是妈的 谢谢 好 谢谢代先生 来 彰化的许小姐 许小姐你好 大家好 民进党在台上 保证台湾安全国家 保证到蔡英文被恐怕追杀 人家还能跟徐家权出来选总统吗 请民党下台 滚出台湾总统府 跟立法院 才是民进党要去做 谢谢 OK 这算是太快了 苗栗的王先生 来 王先生你好 小君小姐你好 是你好 我们 我们的总统 觉得时常到 去建那个祖头黑道啊 你像我们苗栗县 我们头份分局啊 我们头份四驱 那个沙石车好像是 好像是专用道一样 我们一直反映头份分局 他们就是害怕 因为可能是后面有个什么 长是沙石的 沙石的主导人 我们一直都反映 头份街上民族路 东兴路 多一支是沙石车 我们讲了一年的 他们说 有这样吗 有这样吗 这样子 第二点 我们请家君小姐注意 我们苗栗县 这个立委的候选人啊 就在小型说明会啊 一直说 那个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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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总统啊 现在先叫蔡总统好了 他们一直说 就是 怎么样 这个吃那个乙昌的钱啊 又怎么样 我希望家君小姐 你要注意这一点 很严重很严重 家君小姐 你有听到吗 好 谢谢王先生 好来 谢谢你 来 平东的杨先生来 杨先生你好 主持人跟各位观众大家好 在这边跟您报告 昨天金门营区所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首先 以人事实地物来看 他人 就是守备队队长 中级以上校 以及啊 他那边的官兵 各位抱歉哦 他那边是二级场 并不是十兵战斗单位 那二级场呢 就是一般的 甲车的保养场 所以那边的部队 大约是只有二十几名 那 那边晚上的配置是单照 那单照呢 就是不拿枪 他只有拿一个木棍 那我们一般看到的双照 他才是拿十枪 那对方 他是告明 他第一次是四名 第二次是四名 第三次是十几名 那 事情呢 发生的事情就是有 里面的一位士兵不服管教 找外面的人来军中知事 那时间呢 他是八点 十二点以及十二点四十 那发生在八点的时候 那些报名是在营区外面之饶 所以这时候 他没有侵入营区 只做驱离的动作 嗯 那第二次的时间 大概是十二点多的时候 那些报名 他有入侵的动作 那 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他是单照 只有一个卫兵 他拿的是一根 附行卫兽的棍子 他可能长度不超过三十公分 嗯 他也当然了 他没有办法抵挡 那四个人拿木棍嘛 对不对 嗯 他来协助 来 那个逮捕那四个人 嗯 所以这个处置是很正常的 没有错 那 第三 第三个时间点 他是十二点四十的时候 这时候来的时候 那中级以上校呢 我以前 在他那个 受过训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长官 他凡事身先士足 那这时候 如果是一个卫兆 他在门口那个卫兆 肯定没有办法抵挡这些人 嗯 那这些报名 他有做入侵的动作 这时候主官官必须要出来担任协调的动作 所以主官是中级以上校 还有另外一位胡寿宏造校 他们出来协调 可是这些报名不分 青红造白的就开始攻击了 嗯 所以我们以人事实地物来看 嗯哼 我们是不是说应该在 想法说我们军人在社会上的待遇 然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否则他 像这些官 像我们一般的观众 对于这个事情 那个始末都不是很了解 我们一般会想象说 那边是个士兵 战斗党会 会有一两千人 为什么没有办法抵挡 抵挡那十几个报名 这样子 谢谢屏东的杨先生 您所看到的观点里头 其实我们希望从一个大方向 来看这个事情 是不是真的所谓的上行下效 那是说 你个小孩 送去这样的丹尾 这样的一个训练 然后结果被打得明明冒冒 我不是做父母亲的人 还敢送孩子去当兵吗 身为年轻人看到一个营区 被一般老百姓拿着木棍 可以轻轻松松来攻陷 他不是九人一组哦 他是一下子四个人 一下子五个人 轻轻松松可以攻陷到你的营区 把你的一个阿兵哥 而且是职业军人 少校的 到少校这个等级 可以打成这样一个重伤 你觉得我们可以接受 这就是军人的纪律吗 如果今年的纪律 军人不像军人 军队不像军队 已经败坏到这样子的话 身为三军统帅 马英九总统 你到底应不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我刚刚特别提到的是 检察总长黄世民讲话了 因为包括了宇昌案 富邦现金案 他正阻造外界质疑 成了政治打手 他今天打破沉默 他说宇昌案 以密建方式调阅 根本没有约谈 更没有起诉 认为外界批评特征组办案 分蓝绿 他言过其实 他也特别澄清说 文建会梦想家的弊案 从11月份开始 北检着手侦办 并且已经展开约谈 检察总长黄世民 脸色且轻 特征组最近被K的满头包 外界质疑 版绿不分蓝 梦想家一拖再拖 黄世民呛名了 没有他不敢办的案子 梦想家这个案子 这个文建会 在11月初 就主动的移送到台北地检署去侦办 所以我当然就没有重复 分案的必要 不是说我不敢办 最近媒体 还有政治人物说 我不敢办 宇昌爱这个梦想家的案子 我觉得这个指责 有点莫须有 重新没有政治追杀 那为何特征急得出手办 宇昌 黄世民也有解释 用密件去调 所有的档案 来做初步了解 初步的了解说其中有没有弊端 都还没有展开 野野坛的行动 更没有做出所谓 要什么起诉的这个决定 但是很不幸的 有一些政治人物 跟媒体 就说是 政治追杀 我觉得 严过其始 吉林为检方护航 黄世民不甘心被外界灌烧 莫须有罪名 表示马总统余世彦 检方查明之后 没有犯罪事实两度千结 还透露马总统的富邦陷进案 也是他主动分案调查 强调不问蓝绿 只求公平公正 面对批评声浪 总长意见扛下 这里新闻 最后报道 好我们还原他所说的 这是没有不敢办的案子 黄世民说 富邦案宇昌案都在查 黄世民说 这个特征组绝对 没有不敢办的案子 至于宇昌案 目前只是调阅进行 初不了解 既未展开约谈 也没有打算起诉任何人 外界所谓的政治追杀 实在是严过其实 这是宇昌案的部分 继续我们看 那个他还说 他说特征组 没有不敢办的案子 在富邦案涉及图例的部分 特征组早已千结 至于富邦案中涉及政治现金的部分 他早在9月底 已经指示特征组分案 展开调查 注意来看